香港人喜歡吃美麗海鮮 吃好西又喜歡喝啤酒 個個以為自己營養不均衡 拼命吃黃豆 搞到十個人裏面就有一個人又痛風 不過不用怕 我們有解決方法 就是痛青 痛青這個食品是全天然的植物提取物 腹方組成 有效幫助身體將尿酸排出體外 抑制肝細胞裏面的黃飄零的產生 如果大家想進一步了解痛青的資料的話 請WhatsApp或者微信 或者打來55379521 或者可以上我們巴打台的網站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b-a-d-a-t-o-y dot c-o-m slash s-h-o-p 了解詳情 好,第三節回來啦 好,繼續在東歐的斯羅文尼亞 斯羅文尼亞呢 就駛回歐羅啦 還有呢 剛才那個波斯托納洞穴那裡呢 其實東是一個旅遊區來的 即是有配套給你的 有交通 有一些食肆 有一些紀念品賣的 但是呢 那個好像食肆呢 其實就是一些快餐店這樣的形式 消費貴不貴呢 這個斯羅文尼亞的消費呢 其實就不是很貴 但是呢 這個旅遊區那間快餐店呢 原來的消費非常的貴 差不多呢 你要一百元港幣呢 才買了一塊炸魚 嘩 我沒有看價錢 我買了兩塊 你買給我兩塊 夠吃 那兩塊夠不夠吃呢 都夠吃的 再加一盤薯仔 那但是呢 那講回上一節這個景點 有些什麼要買的 那其實我最推介呢 就是這個南瓜紫油 它有一檔就賣南瓜紫油 那有幾個品牌的 那其中一個品牌呢 已經是傳到第三代 那是斯羅文尼亞獨有的產品之一 那用來點這個牛扒 或者點雲尼拿雪糕呢 非常的好 那但是呢 這隻油呢 今天呢我就不帶 我就不帶來先 因為呢 我們之後呢 還會有一集呢 是講這個 飲食文化的 那到時呢 才騷出來了 好了 那現在呢 南瓜紫油 南瓜紫油 是的 那你又不是油淋淋的 但是你又剛剛 吃雲尼拉雪糕的時候 你又剛剛碰到 它有一個特色出來 剛剛碰到一種味 就是那種配搭 但是它又不會蓋上你食物 原本那種味 那這些才是醬料 好嗎 好了 那那個波蘇特納動月呢 大概就是看這麼多東西啦 又回來市區 那盧比安納 這個市區啦 那最標誌性的景點呢 當然就是這個盧比安納城啦 那我們又去一去片啦 麻煩你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呢就來到盧比安納城了 那這個呢就是以往哈報斯王朝的領主所擁有的 曾經呢也是抵抗過奧圖曼帝國比較親的 而這個城堡呢 也是將軍營醫院和監督 集於一身的設施來的 本身的精神 是誰說的 我先走了 這裏有的 有最高的 那真的要留著 本身的建築 然後就跟你們說 就是這裏有的 那就是這裏有的 有的 那裏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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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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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